孔雀还能打官司 投资39亿的水电站被他告到停工 中国绿孔雀到底有多宁 这片空无一人的工地 就是建了一半的云南嘎萨江水电站 2016年3月 这里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开工仪式 可现在却成了烂尾工程 把大工程搅黄的主角 就是这身披七彩羽衣 傲娇又优雅的白鸟之王 绿孔雀 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还得从这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说起 他叫顾伯健 当时是个研究生 2013年他到云南考察 意外得知红河中上游的河谷中 有绿孔雀 当时他激动的差点跳起 因为绿孔雀在中国 已经逼临灭绝了 但随后他又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绿孔雀居住的那片雨林附近 竟然要建水电站 要是电站建成了 孔雀可就成落汤机了 顾伯健赶在电站蓄水前 找环保组织帮忙 大家冒着生命危险 漂流到雨林深处 寻找绿孔雀 他们在树林里装了摄像头 还真的拍到了孔雀喝水的画面 2018年绿孔雀作为原告 由环保组织出面 把水电站建设方告上了法庭 环保组织的代表 不仅拿出了绿孔雀生活在这里的证据 而且又拿出一张王牌 那就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陈氏苏体 这种边危植物 也长在孔雀的栖息地上 最后水电站建设方败的孔雀 只能被迫停工 虽然他们还不死心上诉了一次 但结果还是一样 为了保护绿孔雀 建了一半的水电站 说非就非 这到底值不值 嘎萨江水电站是一级水电站 如果建成 能轻松解决当地的农田灌溉 和居民用电问题 后期还会发展库区航运 旅游业也能发展起来 到时候当地人赚钱的机会也就多了 而且水电站发的电 本来就是清洁能源 也有很大的环保价值 但修水电站 一定会淹没很多地方 比如为了建设三峡水电站 大昌古镇 云阳张飞庙 屈原池等许多名胜古迹 都成了水下经典 要是嘎萨江水电站修好了 那片珍贵的热带寄与林 也就不复存在了 而绿孔雀可能就真的灭绝了 动物园里孔雀好像很常见 还有养殖孔雀的 但那些都是蓝孔雀 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 只有绿孔雀是咱中国土生土长的孔雀 它们羽毛颜色鲜艳 在阳光下好像全身都在发光 要是一开屏 一米多长的维羽 像伞一样展开 那就更美了 古人幻想的神鸟凤凰 原形很可能就是绿孔雀 它们从六千多年前一直美到现在 但如果再不保护 可能它们就没有未来了 1995年 全中国大概有八百到一千只绿孔雀 到了2017年 只剩两百多只了 让这么一种美丽又神秘的鸟 彻底消失 将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为了保护绿孔雀放弃水电站 你觉得值吗 绿孔雀家住雨林 又有法律护身 为啥数量却越来越少 虽然绿孔雀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可是在偏远的林子里 谁能看得住偷猎者呢 雄性绿孔雀能长到三米长 光是尾巴就有一米多 再加上羽毛鲜艳目标明显 偷猎难度实在太低了 近些年 绿孔雀的地盘被人类挤得越来越小 树林被农民改成耕地种庄稼 孔雀就溜达到地里吃种子 农民一看可气坏了 再播种的时候 他们就先用农药把种子泡一泡 这招可太狠了 有时候一整群绿孔雀无一幸免 除了种地 农民还会到林子里放牛放羊 有事没事吆喝两声 孔雀被吓得直打颤 而且牛羊还吃了孔雀的口粮 连肚子都填不饱 孔雀的日子还能好过 绿孔雀本来数量就少 生完的能力还很弱 人家狼孔雀一年能生40颗左右的蛋 孵化率高达80% 可绿孔雀一年只能生20颗蛋左右 一年能孵出两三只小孔雀就不错了 就这可怜的两三只还不一定能活下去 因为他们对七七地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2017年 计划修建水电站的地区建立了绿孔雀保护区 筹款600万保护绿孔雀 广湖区工作人员对绿孔雀进行监测 还会给他们投喂食物 从2017年到2020年 广湖区出生了26只珍贵的小孔雀 到了2022年 我国的绿孔雀已经上升到了500多只 感谢收看X情报社 顶不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了 咱们下期再见